今天的獎師本來是我們協定不到學會的副執行長徐明天的獎勢 因為要各的環境,所以我們請執行黨 盛興是我們自己的主席,他要幫我們講歌 我們會覺得他們非常的青澀,害羞 好,有兩位,他們是你們的學長 因為步道學,上個禮拜曹正跟大家做過簡單的報告對不對 因為曹正這個禮拜,今天明天後天在南澳的東月部落 所以我們就欠於這個禮拜剛到任 那他說來旁聽是對的,因為他要跟大家一起從頭學習 所以你們都可以坐下來,慢慢聽 那所以先感謝大家願意選這堂課 那這個課呢,這個同一個學期在台北的 我們現在跟永和社大,永和的兩個社大都開設了 那這位同學是在永和的時候他已經去上課 不過他會主要以文山為主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文山社大的步道學跟永和社大步道學的課程 有大概有三堂課不太一樣 那大家都知道步道學呢 他一定是一個融入在地因地制 而且回應當地的,不管是人文歷史 包括語旨、生態等等的 一定要非常去在地形 所以他其實也是在地學的一種 所以在永和社大呢 因為會關注的比較是整個新北市 尤其是淡蘭百年三盡在新北市的部分 包括深坑、實定、雙溪 那在台北市尤其是文山社大 你會關心的比較是你周邊的一種仙姬岩 從這個台北市的靈光站的福州山 還有富陽公園、中埔山 這樣一直連過來 所以比較是城市裡頭的郊山 所以會有兩、三堂課 應該是三堂課會不太一樣 因為介紹的歷史、文化的背景 會有一點差異 那其他的部分呢 都是步道學很重要的一些關鍵的 不管是人文的、歷史的、生態的 所以大家看到課表就會發現 所以先歡迎大家 因為這門課程呢 除非很有興趣 要不然就是很用功的人才會選 不知道大家是屬於很有興趣 還是很用功的那種人 你覺得你比較是屬於有興趣的舉手 那你覺得你比較屬於那種會用功的 越南的東西你越想要了解 可以舉兩次手啊 也沒有這種特質吧 一般人會輕鬆走步道 可是對於你們來說 可能會覺得只是走步道 輕鬆行可能還不夠 所以你想要更了解 步道背後還有什麼東西 可以更多的認識 所以先歡迎大家 今天我這個課呢 是入門課的第一堂 所以要先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在這個時空 在這個時間我們會做手動步道 那千里步道運動 從十年前一路來到現在 它是怎麼樣一路發展的 所以各位經過這個 十二堂課的步道學入門課 那各位都會是千里步道的步道志工 而且是完成了入門課程 會得到一個解驗證書的入門課程的認證的同學 如果你們將來有興趣 我們還會開進階的課 還會開實務的課 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 你甚至會 他們就是你的學長 他們認 入門課完成了 那他們看起來是有興趣 要往那個實務進階 那我們有一批種子志工 他們甚至已經到了助教的身分 我們如果出去做步道 五月二十一跟五月二十八 大家知道嗎 你們要去做步道 那會有一些我們的助教會帶著大家做 加上老師 那這些老師也會在未來的課程裡頭 依序跟大家見面 所以我等一下來上初階的通識課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那這門課 OK 我們這邊會非常好 看到這裡 你的鏡頭 沒有 我說比較好啦 可以 好 我就說我如果到那邊看 不用 那就低著來降位 可以 好 OK 那在上這門課之前 你已經認識親女步道有沒有 是聽過的 你有算是嗎 能不能先 因為我們人很少 我們就當作很青春 你是聽到哪一個部分 是有參加過幾次那個智庫沙龍的嗎 哪一個主題的印象就有 這些像是吳柯鏘還有劉柯鏘老師 和那個淡神舞蹈還有吳明毅老師的那個分享 吳明毅老師那場也有聽到 那很久以前了 好幾年 好 那 我是 我先生跟我提到過 他是那個錦文科大的老師 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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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邀我 對他沒有邀我 他沒有邀你 沒有沒有 他說那太辛苦了 而且還住在學校的那個教室 他認為我已經晚上不好睡了 那個床上都睡不著了 何況躺在地上 那你為什麼來三哥呢 後來我覺得說他為什麼決定我 我不喜歡這樣的事情 那後來其實我是考試院的人 我聽過你們的 考試院 對 聽也講過 對 所以你有興趣 對 然後我想 我現在又是公務人協會的辦理事 所以我想帶考試院做這種手作 尤其是現金也離我們很近 對 哎呀太好了 考試院應該是去年底才剛去 好 好 所以你先生知道你來上這個門課了嗎 知道 他沒有疊破臉盡 或者他說 嗯 你保證已經拿不回來了 好 等上完的時候你就比較厲害了 好 那 你有舉手對不對 對 好 好 我是從我們的導師到出門 然後從裏到寫會 然後前一陣子 在寒假的時候 我有聽過都聽馨老師的分享 在社大一頓 在南投 喔是嗎 喔你有參加那一場 對 哇怎麼從各地來的人 好 OK 歡迎 那次迎接社大的新鮮人 那 富比也聽過對不對 我沒有聽過 喔 那我 是你 他也是我 嗯 我有去參加過那個北四溪 對對 那是要說你的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參加過北四溪 就是 呃 嗯 流浴志工 對 那個 奧茲系流 奧茲系道 腕潭如道 對對對 然後 我上個月有去參加 嘉明的一個手作指導 嗯 七天六夜 沒有動到 還好 零下午都去做手作指導 七天六夜 嗯 所以 等等你有舉手嗎 OK 所以 那你為什麼來選這門格 先說我們 先後面 你們是一起來的齁 好 每個人先後面這位 我是今年演出的時候 你們在徵求那個 嗯 江明品的那個工作家寫手 那我看到 然後 連接到你們的那個官網 去看那個整個細節 是 然後發現我 可能 你沒辦法揹裝裝備 好 然後 剛好看到文山下到這邊 後 就過來 OK 好 是因為江明湖 所以看到我們 帶你們去來這裡 好 那 牛欽喜來的 其實我 對親禮步道不太了解 那是因為之前還介紹 我說有那個魯克曉老師的演講 對 所以那個是我第一場 對 其實親禮步道 比較常聽到就是步道文字 親禮要去掉 喔 OK 步道是一個通用語詞 對 所以想說看家有沒有機會就是真的是去手作看看 因為平常都是踩人家做好的 對 然後不知道說真的過程到底是怎麼樣 對 好 那就這位 阿姐 我是就 之前有在社大選過課上 那中間有空滿多年就是總有來上課 他就是 社學期前 抱歉前就想說 欸應該好像要開始來上課 那我就看課表就知道 然後就看到這堂就覺得非常喜歡 有興趣 其實對他還不是很有認知 但是 其實我平常自己會走不到 是 老師多多少有點興趣 對 對 那吳昌你要不要說一下 新的同學長 你當初為什麼會來選 我剛開始是 沒有聽到千禮步道 是有人記憶沒有給我 那個 就是之前林護局有一個五年計劃 六年計劃 辦了很多場那個工作假期 我那時候參加了 然後後來就是 第一次參加千禮步道是 一百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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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也是工作假期 我又在永和之後他上課 千禮步道又在永和 他辦公室又在永和 所以 後來就越來越熟 就往這邊跑了 OK 好 謝謝 那 要不要你說一下 這是年輕紅的 我的話就是 一開始是我女朋友 他去政大英課 然後那時候是周恩信長自由 去那邊做介紹這樣 然後他回來之後就跟我講說 聽你不知道多厲害就多厲害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這東西 然後呢 然後一次步就 他就說很厲害 然後我說好吧 那我去看看好了 然後第一次參加了那個 在文山的那個步道學務部 然後他進來之後 而且你每次都去參加 對 我們每次在文山做步道 他是全程 而且是連續來 所以非常努力 好 我感謝大家的分享 那改天我再跟大家說 為什麼會加入 而且你不知道 好 不過我現在要跟大家介紹的 過去的十年其實 也就是我 過去十年 對 跟著這個過程一起走過來 那可能大家在不同的媒體 或者報章介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會加入步道運動呢 其實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因為應該叫說 在十年前 十年的之前 並沒有經歷步道運動 那在台灣的步道運動 沒有什麼步道運動 步道的活動 當然就是登山啊 健行啊 就是一般的 很多的登山對 或者健行對 那以步道作為一個社會運動 或者說 以步道作為一個想要來往護環境 我剛剛要介紹 有這樣的一個公民社會的運動 其實在慶祭步道運動之前 並沒有 那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沒有人會知道它是一個什麼 只有一個簡單的一個願景 那我待會兒的簡報就會談到這個部分 所以它是在06年 就到現在2016年 整整十年 那在更早 大概是05年的時候 黃武雄老師 那黃武雄老師跟大家其實很有關係的 大家可能有聽過他 為什麼說很有關係 因為各位所來的台北市的文山社大 是全台灣的第一所社大 在1998年的時候成立 1998年的5月4號 他們號稱叫新武士運動 那時候就推出了要為台灣的成年人 就是18歲以上 過去可能早年失學 或者已經離開大學或者學校裡 那可以重新回到課堂裡頭來學習 但是這個課堂學的不是象牙塔裡頭的套裝知識 而是可以結合生活經驗、生活知識 而且是可以把學院裡頭的套裝知識 可以轉譯成跟生活經驗連結 所以那時候談到了所謂的經驗知識跟套裝知識 那提出這個概念 然後在台灣成立社區大學的這個倉議人 就是黃武雄 那他在應該是在1994年的時候 他提出了這個想法 那在1997年的時候 當時是陳水扁當市長、陳菊大勞工局長 那因為他們早期年輕的時候是朋友 所以黃武雄教授就透過陳菊當時的局長 跟當時的台北市長提出了說 台北市既是首善之都 那我們是不是來為台灣的這些公民 因為18歲、20歲以上這些公民 可以來建構一個終身學習的基地 就不是你一定要回到大學去回流 你也不是一定要讀到大學畢業以後 才能夠接受最新的現代知識 就算你早年失學你只是一個小學畢業 或者初中畢業 甚至你還沒有一個小畢業 因為很多年長的 有六、七、十、七、八十歲的時候 他們可能只是因為早年的資源不夠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接受完整的教育 但事實上他們的能力、社會經驗 甚至資質都其實是很豐富的 所以我才說跟你們最有關係 是因為文山社大是公所社大 在1998年成立 那就是由黃武雄招作倡議 那跟我也很有關係 因為黃武雄教授沒有在任何社大 成為實際的推動的 他是一個倡議者 那他唯一在社大擔任主任 就是負責也推動一些工作的討論參與 就是在永和社大 那我自己就在永和社大工作 那所以黃武雄教授在1997年提出這個 想確定跟臺北市合作之後 1998年就在 其實原先是在沐沙國中 大概幾年前才搬到極美國中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社大運動就開始發行到現在是18年 那千里步道運動呢 是黃武雄教授在2006年的時候 應該說2005年的時候他寫了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標題叫做 《夢想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 大概字數只有2500多字 很短的一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呢 在當時的臉書就剛開始網路流傳 那很多人就說夢想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 這個事情呢聽起來很美啊 那要不要來做一做 所以很多人就在06年的4月23號的那一天 大家透過網路的集結說 那我們就找個地方來碰面 看看有興趣要做這件事的人 我們來看看怎麼做 所以在許元修、小野跟黃武雄 他們三個人共同的發起 因為黃武雄教授比較多 認識他是在教育界 在教改啊 在世界大學 那小野老師大家知道嗎 他是一個知名的作家 做電影工作 那許元修大家也認識嗎 是黃武雄的發起人 所以他們就想他們在不同的領域 共同來號召看看是不是有人 想要對這件事一起來努力 所以大概在網路上經過三個月 兩、三個月 06年的年初開始 那開始大家就在轉進而且聯絡中 最後在4月23號在新店的銅軍活動中心 其實跟你們這些朋友有一點關係 往新店走 就開了第一次的啟動大會 那天本來運工有一百個人來的話 那大家就可以討論 然後看看後續要怎麼做 那天大概來了兩百個人 超出預想 而且在4月24號的中國時報的頭版頭條 如果大家去翻那個時候的報紙 就會發現當時2月24號的報紙 用了兩百半的篇幅 尤其頭版頭條 就是介紹一下 做千里步道運動 這個在當時的政治環境是很少見的 因為頭版頭條通常都會是什麼 新山社、政治鬥爭或者大災難 那當時介紹是一個夢想 有一群人他們聚集在一起 要想要做千里步道運動 這個在當時報紙就披不入了 那所以很快的就捲起很大的民間的回應 尤其是當時的行政院院長蘇貞昌 那他就主動的透過媒體就說 民間的這個構想很好 所以政府也要來做 所以從那個時候政府也就提出了 所謂的萬里步道千里自行車道之類的 那政府部門也做這件事 但對我們來說這個有利有利 因為政府由上而下來做 通常可能速度會快 但是未必是民間大家所共識的 所以為什麼很多文子館、文字暴露 都是大家覺得這是德政 我幫你蓋一個什麼 但事實上沒有人去 那所以民間就堅持走民間的路 但是有一個小插詢說 為什麼我會 我說對我來說也是意外插詢 就是其實那天啟動大會 原先設想的是 如果我們可以請現有的一些組織 不管哪個組織 那他們如果想要參與的話 那就有現有的組織的演力就可以做了 可是當時討論完之後 並沒有任何的組織 既有的組織要做這件事 所以最後只能由 因為我剛剛說 黃雄老師是永和社大創校的主任 那當時他也退休了 所以他並沒有任何的搬 唯一的就是永和社大 所以千里步道運動最早的應該說前九年 我們一直到去年的六月五號 才從永和社大辦公室搬出來 到你們的警服街的辦公室 你這邊很近 所以就一開始千里步道的辦公室 就設在永和社大 就由我來擔任青步道的執行長的工作 但我跟各位一樣 也許比各位還要之前就是 我在那個之前呢 我不是一個步道的健行者 我不是一個單車的愛好者 我不是一個環保的健將 那我做的是教育工作 我以前做教育改革 做成人教育 做社區營造 但就是沒有步道這塊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意外的人生 但是我透過步道運動呢 我現在要跟大家介紹的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我重圖了台灣的歷史跟地 很多人後來聽我講台灣的這個地方 會覺得哇 你怎麼那麼熟 那真的是走出來的 那我覺得所有的人要認識一塊土地 一定要這樣開始 所以這也跟大家分享 不管是什麼樣的機緣或背景或動機 其實大家都非常有機會 而且是很有能力可以發展這塊 所以千里步道運動在06年開始的時候 由他們三位前輩發起 那訴求很簡單 就是我們能不能集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來把環島的美麟的這些小鏡串起來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小鏡就是呢? 它要逼離開汽機車大馬路 因為如果你要去環島 可是你旁邊卻是呼嘯而過的卡車、殺死車、汽機車 那種就完全沒有美感的科研 那如果你只是坐在車子裡頭 像看這個跑馬燈一樣的欣賞風景 那這種欣賞其實是有了很多層的 那我們強調的是一種定點的、深度的、慢速的 你可以深度的去認識 所以包括各位今天來參加的手作步道 步道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強調手作? 你不只是走步道的時候看旁邊的植物、動物 看它的地質、看它的歷史故事、看它的步道的演變 甚至是你還去剛剛說不只是踩過去 你還去做 你真的去做的時候 你就會對那裡到底草是怎麼長的 找到哪些樹、有哪些動物 然後那個土長什麼樣 如果你到金山去做過步道 你就會知道金山的土是紅土、很黏 幾乎是不透水的 因為它的質性密度很高 就很黏 就像林口的紅土那樣 但如果你到 譬如說你到舊達蘭、到屏東去 去做什麼 你知道它都是那種碎石的歷史 碎石的那個板顏、一片片很容易崩落 所以當你去手作步道的時候 你就更能夠深刻了解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十年前剛開始的時候 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們有沒有可能 大家一起來把那個最漂亮的路 每個人都有心裡頭、記憶裡頭 最漂亮的路 把它提供出來 然後我們一起來把它接在一起 然後讓所有的人都有機會 把這些集合眾人之力串出來的步道 在上面悠遊 當初是只想這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照片上的 都是從2006年開始 各地的朋友他提供的路線 那我們透過紙上的這個串聯 或者實地的探查、線刊、修正 然後我們實地去探查 然後帶著一般的民眾 大概一個團、20個人 最多25個人去試走一遍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這幾年走下來的路 這條路很漂亮對不對 那我每次都問大家說 你知道這條路 你看旁邊是這個 電線桿一整排 表示那是大馬路 這是台九線 這個在崇德 就是泰魯閣國家公園 出來要往北走的地方 這條路往北走就是到這裡 很漂亮吧 這是清水斷崖的這個往北看 所以它是崇德 它在更難就是七星坦 然後新城 然後這個崇德 然後往北看 可能會到和平 然後再往北到漢本 其實有一個電影叫做什麼 單車練習曲是不是 他記得嗎 有一個 貝吉他的 貝吉他 對 他有一點 金車 對 廳障 然後他騎著單車環島有沒有 那個時候幾年前啊 好風靡啊 那時候很多人就想 哇 我要背著騎他去騎單車環島 這幾年環島 騎單車環島已經成為一種 很流行的事情 那當時的那一部影片 應該是 如果沒做 你記錯應該六七年前 七八年前 那個單車練習曲 所以他就有經過這個 他有一次騎到被 那個薩子車經過他的電腦 然後就在抒發的這一段 好 這都是千里步道在串連路網 有各地來提供的路線 大家會不會覺得 蛤 你們走在沙灘上也叫做步道嗎? 會不會這樣懷疑? 想像說步道就算沒有旁邊的白色的路源線 也應該有個指標啊 或者至少有一個什麼撲滅吧? 這不是就是一般的海嗎? 其實大家知道鮮明 其實也沒有多久 可能一百年前 一百五十年前 我們鮮明就是走在這道路 沿著海走、沿著西走、沿著山徑走 鮮明走的就是這道路 待會兒我們就會講到 我們現在再繼續做的事情 所以發起之初呢 就是串連大家的力量來做環島步道 那環島路網一定會經過 大家可以想像台灣一圈一定會經過城市 鄉村、漁村、郊山或者比較荒野的地方 所以你進入社區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透過大家可以慢速地旅行 來帶動在一個生態旅遊消耗經濟 來活化濃郁山村的這個永續經濟 而不是需要煙沖、工廠經濟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如果人家來這邊你發展生態旅遊 就要講你的故事給人家聽啊 你要做在地的餐飲給別人吃啊 才有特色 那這些都可以促進在地經濟 而且可以做一個文化的傳承 你想想看如果你到原住民的部落 你到原住民部落 如果他給你在山上說你去好茶 你去之後打來 結果他給你吃海邊的海鮮 那會覺得怪怪的 一定要去山上就要吃當地的這個風味餐啊 所以這整個就會再動成 整個部落的永續的發展 那如果到了城市 譬如到了台中、到了台南、到了高雄 那難道進入都市裡頭 我們就不需要北京 不需要一個生態的環境 所以我們就會倡議 走路跟騎單車的人 慢速的這些低碳的這些利據使用者的路權 那當然我們也面對政府去做很多遊說 因為民間再怎麼樣活絡 再怎麼樣熱情的投入 還是需要跟工部門透過行政支持 來做很多體制內的這個推動 要不然譬如說我們要去景美山做步道 我們難道拿著鋤頭、拿著圓橋 就說明天我們去修步道吧 又不是我家後院 而且一修別人就在這邊幹什麼 所以我們要非常確定我們要去做的這個事情 這個地權說書 然後政府要來積極的回應 這是所謂的公私協議 所以在當年呢 只要完成了跨縣市的路 我們就邀請很多朋友去走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塊自己做的 我們唱一個首作的價值 這個是我們自己去剪步 然後自己做捐印版 然後自己一邊一邊刷出來 就是叫做助益行人 其實這個字是我們從 待會兒會看到一個鄉村他寫的 街上的那個清潔人有沒有 推車去掃地的人 他的推車上會不會有掛一字 看見這些人 助益行人有沒有 助益慢速者的需求 這就是在阿朗尼古道 認得出來嗎 剛剛有的時候去過 他最著名的就是黑色的歷史碳 這個海邊是就是海浪會唱歌的 因為他的浪打上來 退下去的時候那種哗啦啦啦的聲音 所以有一年我們去的時候 黑潮 蜂潮唱片的那個音樂工作者 就會在那邊收音 後來我也學他用手機收音 收得進來 像是你們去的時候 你會用手機錄一段那個浪拋這個石頭的聲音 所以我們到了地方上剛想到 會跟在地的小民經濟連結 所以這就是我們倡議的綠色價值 綠色價值是一個不是政黨的綠號 這是一個聲派的綠號 所以大家看得出來這裡哪裡符合綠色的價值嗎 這是我考慮你不要說 因為他在有上文字 綠色的價值 有沒有人要演繹一下 你是班長喔 他會選最年級的那種班長 欺負年級 你說一個 不能說背包是綠道 隨便說一個 好 他們用走的走在那邊 走的或騎腳車 可以從十一處行日路去想 好 從三重來這位同學 可能他們走的或者是騎的那條路 喔 路很小 OK 好 剛剛都講騎 換一個十一處行都可以講 自己栽種的那種 看起來還有在地位對不對 的確是 沒錯 你猜對了 所以去到那裡不是那種大飯店以後這種 自己取用 所以他會第一 他會把聖食降到最低 因為每個人的口號那個喜好不一樣 可以自己去選擇你喜歡的跟你的量 你看他的碗不是那種像現在板游的那種 塑膠的紅碗對不對 然後他的杯子會自帶 就像各位一樣 以前我去上課看到一個桌上的寶特瓶 現在幾乎寶特瓶都沒有 我覺得這是我們還沒試過經過 好 從當然你們沒有注意到的是 這場周邊 採包很好啊 包括這空間都很溫暖啊 這是我們用餐的地方 這張桌子就在這裡 你看 就這裡 然後大家騎車去 所以在地的這些車區媽媽們 哇 夾到歡迎 覺得這群人好可愛啊 別人去這邊玩都是台車去 然後下車吃個麵 然後拍拍屁股 上個廁所就走了 這群人從花蓮火山一路騎到這裡 雖然到的時間晚了一點 大家還是在歡迎 這應該是後面到的人 然後我們就到這裡去 看得出來是哪裡嗎? 有閒置空間再利用的 豬療 對 這就是社區的那個農事體驗的生態教室 所以社區的媽媽會為我們備餐 然後她們這些穿著紫色的這些背心 都當一個急功 這是在花蓮的鳳梨下 所以大家就很自在地在那裡 她們會介紹社區故事 為什麼這個底調會變成一個生態教室的故事 如果你時間夠的話 她會帶你到旁邊的農地去做體驗 那我自己的體驗的那一次是種項玉葵 大家種過項玉葵嗎? 只看過項玉葵很漂亮 社區在發展 當時在發展生殖能源 所以她們會種一些生殖能的一些植物 包括屁碼、項玉葵等等 其實就用葵花籽 就吃了葵花籽 手上一個小盤 就一面走 然後真好是這樣穿 一面走你會找後跟擰一下地 壓一下 然後你就把一小把 五顆、八顆 就一小把就放在那個 你擰出來的那裡套地 就這樣 我就說那要不要把土蓋回去啊 完全不用 反正你走一步就丟一點 走一步丟一點 然後他們還做一個活動設計 就是大家排成一排 讓他們每個人距離一公尺 二十個就排二十個 然後一起向前走 幫他們撥花籽 可是後來就很多人就是半途而飛 因為他就走不到時光主要跟人家相撞 因為走歪了 有人走就走騙掉了 做過的人就會很快就 然後又有人很快 椅子就往前 那你可以預約半年後 再來看看你做的 是不是已經花開了 那千里不到運動我剛剛說呢 它是一個公民參與的環境運動 那甚至是一個文化財產的運動 所以他談的是一個環境倫理 那環境其實包括 很多人都覺得環境只有生態環境 其實環境不然 環境還有社會人文的部分的環境 所以人的 人跟自然的 人跟社會的 人跟人之間的 那千里不到運動其實就是這三個面向 透過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 我們跟其他的人 跟這個社會 跟這個自然的互動 都在一個環境倫理的 一個大的架構下 我們重新去反思 那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 我們相信呢 這樣的美麗的山川地底 人文事物 人事物 社區的特色 那這些東西 這些美好的東西 我們要透過 親生實地的去認識 甚至去參與 包括你們想要參與的手作 甚至是動你的雙手 流你滿身的汗 跟你突破在一起 滿每一顆石頭 然後你就會更加珍惜它 所以參加過手作步道的人都會說 下次我還要來 我要來看看我做這個 有沒有什麼變化 甚至還沒有離開 就不斷的在他做的這個步道上 從各種角度拍照 如果你們去金美山 做過對不對 每一個人做的都 我做的街裡怎麼那麼好看啊 從上面走 從下面走 問每一個經過的人說 你覺得這一街好不好走啊 都要得到很好的回饋 他才會覺得 這個英雄所見略同 所以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 透過實力的親身的參與跟認識 然後對我們的懷經更知道 可以怎麼樣去愛護他 那這個部分 這我就不多 但是大家認得這個畫面嗎 知道這個嗎 知道這是什麼嗎 看不出來 大家都是土生土找台北人嗎 有中南部來的人嗎 在高雄 在高雄 高雄有那個橋頭啊 常常的貨車 哦 收甘蔗 收甘蔗貨車 很漂亮對不對 沒有問題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他不是一個過眼明明的歷史照片 不過現在 他是第108年了 這是在補偉 補偉的糖蔗 去年的11月他才辦了 第107次的開工典禮 因為每年的大概11月12月的時候 他就會火車開出來去收甘蔗 然後運回糖蔗製甘蔗 所以如果大家有去湖偉 像高鐵有到那裡站嗎 大家知道嗎 高鐵加了苗栗 加了雲林站 那雲林站呢 所在的地方就是湖偉 大家知道嗎 大家忙到沒有地方 沒有去外地玩哦 高鐵在這站沒有通聲之前 不是很多討論說這裡有入城下線 很會影響高鐵的這個安全 所以在陳洪園當內政部長的時候 就去封了很多的申請 就是要保障這個虎尾的這個 虎尾站 他的這個地層不要再繼續下陷 光是講雲里這個地方 就非常多的故事 那虎尾 大家對雲里認識嗎? 好 我簡單講 好 台灣的西部是這樣 在這個彰化雲林的中間 有一條台灣最大的河 大家知道什麼河嗎? 台灣最大的河 台灣的母親河 濁水溪 謝謝你 這個我不能怪你們知道 其實在五、六年前我也沒有那麼熟 但我現在可以很清楚跟大家講 譬如說濁水溪的出海口的地方 那它各會有哪些的城市? 那大家知道這個台塑的麥寮在什麼地方嗎? 雲林 就在雲林 就在濁水溪口的南側 這樣大家知道嗎? 濁水溪這樣出去以後 那橫跨濁水溪上有一條 有一座非常美麗的橋 西羅大橋 大家記得嗎? 西羅溪峽 那個西羅 西羅 在橫跨濁水溪上有一條西羅大橋 它以前是兩層的 上面是通火車 然後也可以 也不是真的叫兩層 它可以通火車 就是也是一個鐵道橋 那也可以走騎車 那因為它已經歷史很久了 所以現在有人就希望 因為它旁邊有蓋了很多化越多的一些大雨 所以希望將來它可以變成 我們的建議是可以變成一個 走路跟騎單車的一個綠色的景觀橋 因為很美 所以有一年我們在世界河川日的那時候 辦一個活動叫做 就在西羅大橋上把它封橋 就汽汽車不能走 整條橋上去寫聲 擺小龍士集 然後讓大家散步 辦音樂會 很美吧? 就看到那個黃昏夕陽 那個太陽降到那個臺灣海峽 然後就在西羅大橋上看那個風景 但是雲林卻是臺灣很貧窮的一個縣 大家知道這件事嗎? 如果你從麥寮往下數 幾乎是你從來沒有聽過 雖然臺灣很小 可是你可能不曾認識過他們 所以有一個口訣是這樣子 叫做麥臺四孔 麥寮臺西四孔 這些地名你有沒有覺得很遙遠 可是又好像聽過 種菜 種菜 你種菜有去哪裡中國? 有 臺西 很多人說臺西出什麼? 黑道 因為那個人非常強悍 那你真的去那裡住過 你就會知道在那裡生活的確要很強悍 因為它非常的貧瘠 海峰非常的強韌 然後那個賣掉了工廠的煙 煙囪 就你遠遠 你在四五口都可以看到那個煙囪 中年不斷的冒煙 所以它那裡P2.5 大家現在知道學服而已 非常的嚴重 然後它的公安也很嚴重 它常常會著火啊 所以它的海線其實是非常 而且常年因為超抽地下水 要做養殖漁業 所以如果你去看到那裡 常常會有那種 譬如說墓地有一半 已經在水裡 房子第一階 就房子出來要往上爬一階段 就到大馬路 很多那樣的場景其實就在西部 雲林駕翼的海岸線的村會看到 所以我們會邀請很多的朋友 像我們串聯玩西部的時候 我們也帶大家去沿著麥台四口 就沿著那裡騎單車 我們那個故事寫在 到農於村 住於晚 我們那裡給大家看的範圍 大家可以去找那個書來看 介紹當地的故事 譬如說那裡有那種 這簡報有沒有 那種老農民一個人就住在海邊 還有一個軍營的快遞住在那裡 然後他的門口寫了各種標語 其中有一個標語叫常常回家 回家看一看之類 他是一個人文房 他住在一棟海邊 好 那這個地方當然是比較富裕的 我剛才講到西羅大橋是因為 西羅大橋的北側是彰化的西州 西州是一個很富庶的一個農業鄉 知名的吳聖 鄉土作家吳聖老師就住在西州 前幾年他們為了搶救我們那個水菌 因為把這個水菌引到中科四期 所以他們來搶救水菌 好 西羅大橋北邊是彰化的西州 西羅大橋南邊的這個銜接的是 就是漁民的西羅 大家去過西羅嗎? 然後西羅一條老街 沒有 想怎樣去啦 西羅老街非常非常的美 然後西羅再往南就會到 就會經過湖偉 然後再往南會到東六 這樣一路走 如果你進到雲家南 到南 到最南邊 就到台南的馬道 山華山一路下來 這個就在湖偉 歡迎大家去認識他 十二月到三月你就會看到火車這樣幾個 所以千里古道從2006年到2010年 我們完成了所謂的山線跟海線的環島路線 那這個路線呢 大家如果上網就搜尋千里古道市 你就可以看到各縣市的路線 包括當年我們照的照片 那在做這個 路網串聯完成之後呢 我們辦了一個活動 叫做環島邪奏曲 為什麼叫邪奏曲 我們當時招募了十個隊伍 每個隊伍去走七天六夜 大概120到150公里 那把環島的一圈大概1200公里 分成十段去走 所以大家知道一千兩公里 如果分成十個團體去走 一個團體大概走120公里 然後大家一段一段就得 用把它重新走一遍 來確認說這個環島路道的特色 那這樣的過程呢 我們就出了這本書 叫做切記不到環島邪詢 就把環島的路線全部把它寫在書裡 而且每一篇呢 都是用七天六夜的這樣的一個時間 來跟讀者分享 譬如說從台北 我們是從這個新店出發 一直走到蘇澳 這是第一段 然後接下來從蘇澳 一直到花園的光復 第二段 大概都抓120公里左右 然後七天六夜可以完成 那如果期待車當然更快 如果走路可以慢慢給走 這是我們的第一本環島的書 那第二本呢 就我剛剛講的 讓農村注意玩 就介紹了漁村農村原住民部落客家 讓這個書裡頭介紹了路往上88個社區 就是我們會提留的點 那這本書呢 我們則是從88個社區裡頭選了 應該是覺得第一個的農村 就告訴你去住在那裡 很久的吧 是久的還是久的 你可以住在那裡 從交通、時速你可以聯絡誰 到你去那邊看什麼 然後他的故事什麼 全部先用文字幫大家做一點介紹 那我們應該算是一個多產的一個NGO組織 因為我們在做這些事的同時 有太多太多的紀錄 不管是軌跡、路線、當地的農村的這些資源 我們就會把這些東西 還有當地的故事 全部透過文字把它成為一個 你不能叫旅遊書 你透過異讀的旅遊書來把我們的裡面放進去 所以當上那種旅行 我做了綠色架子 像這本書我們就跟大家談的是 你去爬山 你也不要增加更多的看牌檔 所以你透過大眾的書籍 坐公車去、借過巴士、你坐火車 那你去到那裡你可以跟當地的人 怎麼樣聽他們的故事 怎麼樣來振興這個木道周邊的這些山村 那更重要的是呢 我們這本書介紹的是比較自然的木道 現在你去走步道 大部分的步道都已經工程化了 走起來不是好害不夠有沒有 一路要爬五百階上去 五百九十九階 看誰最厲害 那回來膝蓋都痛了 那我們會介紹這些是 他的這個不管生態、種植物、故事 包括他的鋪面 人工化的鋪面都盡量低於30% 就是自然的鋪面會高於七成 這樣子自然的鋪面會高於七成 所以就歡迎大家 這張地圖是我們經典書的地圖 助教們還有切羽幫忙記得 如果各位你們是怎麼樣可以退寶日經 缺客低於三堂 缺客低於三堂 缺腳作業低於三次 好 如果你們是全情的話 就送你一份地圖 記得喔 如果有全情的人 都有交過客 我們就送一份這個地圖 上禮拜少少能介紹過 喔 已經介紹過了 好 那我希望大家都全情嘛 這樣就送大家一個 那如果你真的有事沒有來缺了堂課 沒關係 到時候就用買的就可以了 也不會就是 但是它是一個上次借過的事 要過了嘛 好 那你不介紹 我們一口氣把它上完好不好 然後班長九點下去開會 你就去開會 然後後面就可以交流討論 這樣就沒有損失了 好 好 我們花了大概四到五年的時間 把環島的路線串給完成 然後接下來我們做什麼呢 就做一個示範道 因為很多人說 哇 你們串了步道 那我要去走 清理步道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們想要透過實體的一個路徑 讓大家感受到 在不同的地方很優的 我們所謂的清理步道 如果我們要把它實體化 它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選擇了幾樣 我們首先選了一個在農村的一個地方 在這是宜蘭 羅東 東山鄉 裡頭的泰河跟包寶村的中間 一小段路 大家常去宜蘭嗎 有去過東山河嗎 有增加過銅萬劫 好 就是東山河的墓井 那我們做什麼呢 其實農村已經很漂亮 很綠了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增加更多的生物多樣性 所以增加樹蔭 種樹 把原生樹種種回來 讓我們的城市 包括農村 更適合更適合居住 那另外呢 就是減少外來車輛 就是譬如說像這個農村的農路 如果很多車這樣子 哇 一樣跑車要咻 飛過去 譬如說像那個台東的什麼 金城武大道 好多車啊 那很美的地方都會怎麼樣 變得不美了 怎麼樣造就是一大堆車 所以我們在農村想要做一個事情 就是你外來的穿越的車輛 不要往裡頭往開 你就 因為道路還是會分級 你要開 你就開大馬路 省道 縣道 不用開到農路來 農路是當地人 或者有需要來這裡的人才進路 做一個道路的分級 降低外來車輛 那如果你要開回來 就來這邊辦事的 要回家的 當然要尊重這裡的小狗、小貓、老人、小孩 怎麼可能到農路還開得飛快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 就會想 路前可以不用那麼寬吧 所以就把路變小一點 增進友善行人的人形環境 友善欺利的環境 那到了晚上是不是可以光害更少一點 因為在農村人口本來就比較少 到了晚上如果燈火通明就很可惜 所以我們就在2010年的下半年就開始 選了這個地方要做這些事 就是藍色的這條線 在整個宜蘭的自行車道 尤其是這個蘭陽新東山河 這整個自行車道路網裡頭 它是一個小部分 只有1.3公里 那如果大家去過宜蘭騎山車就知道 都騎在那個提岸上有沒有 連著河邊也蠻舒服的 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什麼 一直騎在提防上面 對嗎 就看河啊 看山啊 就少了一點人味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就讓他們 也可以從這個河岸的自行車道下來 那我剛剛說泰河八寶村 也跟當地的農家可以有些互動 因為你還是要補給啊 你要上廁所啊 要喝個東西啊 吃點在地味 那這就可以 是不是就可以振興在地的一個 譬如說他有咖啡餅 可能就活得下去了 那你來這邊如果社區接待你 你要用個餐 他的店也開得下去了 所以我們會在這裡來做一個構想的提出 這是石井 這邊是水郡 有很多泳泉 很美吧 像路旁邊有水郡欸 這邊還有一個車道 山就在旁邊 這邊是道點 幾乎也是八十燈了 那我們就想 那我們試著 把這個路變小一點點 因為車板就不多 變小幹什麼呢 好 有一邊我們縮小八十公分 我們來種樹 那因為邊呢 縮小以後 我們來把這個綠袋 把沖袋 花草啊 灌木啊 種起來 然後這樣子的話 老人家走出來散散步 欸 有個大石頭 坐在這個 碎花旗盤找下 哇 花這樣挖下來 不會吧 這個爸爸 班人真看不清楚 背個小孩就可以在樹下散步 意思是 掃花 掃蝶 車子還是會經過 沒有問題 如果當地的車 他看到老人 看到小孩自然會減速 然後草地也長出來 好 這張是示意圖 這是示範 好 那整個路呢 剛剛說了 在這裡 剛剛是這樣一段 這是這一段 這裡 這裡也一樣 他比較窄了 那我就一邊緩衝袋 一邊縮樹 覺得這構想好不好 不錯吧 如果你住旁邊 你會願意嗎 點頭點頭快喔 我有吃在哪裡上 可能我想到這個 我講了半天喔 結果一個底下的聽眾說 他說 如果是我家 我不答應 我說為什麼 他說 路那麼窄 開車很不方便 很容易塞車 我說這車很少 車在裡面 他說 你怎麼知道呢 隨時都會有車子來 可是我就說 這是為了讓萬一的車不要來 而且他來的話 一定要解除 因為不可能在 你們真的都同意嗎 人走 路不會不安全 人走 我們基本概念就是 這是給人走的 不是給車走的 車 我們不能說不讓你進來 但你進來 你就要尊重 我剛剛特別說 你就要尊重這裡的老人、小孩 所以這其實就是 我要問大家說 你真的同意嗎 因為我都會想到 路是什麼 可是以前講的 我覺得講的很有名的 他說 路是給車走的 不是給車停的 大家記得嗎 因為他收路邊停車費的時候 他說 路給車走 不是給車停的 欸 這就某一個角度來說是對的 但事實上 路真的只是給車走的嗎 路難道不是應該給人用的嗎 但是我們全部都讓步了這個權力 其實車也是要為人服務吧 為什麼要有車 是因為人要使用好人 對不對 要不然我們為什麼要製造 生產這麼多好的車 就是車是為人服務 可是現在我們卻反過來 我們會被車給限制住 所以你蓋了那麼多條馬路 最後你會說 其實你說的是大部分的人形成所 那人會不會不安全 因為車在這裡 可是路不就是要給人用的嗎 對齁 尤其是這一條已經到了3比3了 在農村的 很小的路 可是我們還是會擔心會不會不安全 這一點都沒有錯 包括我們現在 譬如我來自永和 永和的巷子很小 你知道 你去過永和就知道很小的巷子 連車都開不進去的 只能摩托車 腳踏車走路 可是我們還是要一直怎麼樣 讓 讓到最旁邊 隨時要讓那個穿過去的機車 或者硬是塞進來的汽車 讓我們有位置 所以不瞞大家說 你聽過這個演講知道 我在考試院的時候特別有講這段故事 33戶的農家 我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才成功獲得 其實也不是獲得他們同意 因為我把這樣的概念 跟林聰潛縣長說的時候 他非常支持他說 他說 一個生態的農村 一個適合居住的農村環境 當然就是要這樣 更綠 更多數 速度更慢 他說你們只要得到 這沿途居民的同意 我就來找錢 我們來做這件事 縣長這樣答應你辦法 但問題是 他說只要他們同意 那他們要怎麼樣同意 我們至少要心裡很確定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把旁邊跑掉的時候 不會有人打電話到縣任務說 縣長你在幹嘛換我路 要變小了 或者不會有人拉白布條說 誰叫你們來把我的路變窄 因為到處的工程都是大馬路 變寬 而不是變窄 所以我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不過各式各樣的方法 跟兩個靈的靈靈 就這條沿線的農村 其實住戶很少 才確認我們做這件事 他們不會出來抗議跟反對 很可怕吧 就覺得 哇十年裡頭 一年半的青春都在做這件事 可以想像那件事嗎 他們反對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才是真正住在當地 每天在用的人 那我來看我當然覺得 哇很漂亮 但是我能去那邊多久 也許在那邊待個一個鐘頭 兩個鐘頭了不起 那真正每天在用這個路的人 他們的反對的意見到底是什麼 同樣的一套說法 他的意思是說 你們外面的人都來享受農村的美景 所以你要把我們這邊的路變得更美 然後你們來享受 可是你們一個月來幾次 我天天生活在這裡 所以我進出我要很方便 那你幫我路變窄 以後我要這個什麼孫子啊 小孩回來 或者我要什麼家族要 那裡有一個流失的加持 大家要回鄉下來 要板頭要幹嘛 要拜拜 根本沒地方停 然後會大塞車 所以他覺得這是外地人的想法 只是要去消費農村 想要讓農村很農村 而不要他們發展 所以一般人有一個迷思就是 路要大才有發展 才是建設 所以剛剛問說他們反對什麼 第一 他覺得我們是用 我們是用後花園的心情去想他們 所以要讓他們路變更小 為什麼你們台北路都可以這麼大 我們的路就要變小 所以他們希望他們路更大 而不是更小 所以但是你跟他說路小一點 比較安靜啊 車也會呼嘯而過啊 他會覺得其實他們真的 為什麼一年半會成功呢 是他們終於被我們洗腦 或者說他們終於想清楚說 這件事情對他們是有利的 但是這需要很長的溝通 當然也有包括一種 就是他們會 他有一種是如果變小的話 有些你知道宜蘭 我不是說這裡的人 但宜蘭有很多的農地 他們都在要出售 很多地方其實都在逐步出售 那路很窄其實對他們的出入 或者他們將來賣這塊地可能都 他會擔心會不會 反而限制了那個出售的價錢 還有一種當然是在電農民 他會說你在這邊種樹 那樹會不會擋到我的到你的成長 我種什麼東西會不會樹蔭會擋住 好 那這個呢 我都在過程中不斷的修正跟討論 譬如說大家看到這個路線 大家知道為什麼我選這樣一個方向 比較是東西向 而不選一個南北向嗎 如果你選一個南北向的路 太陽從東邊照起來 然後從西邊落下 如果你是南北向的路 那你的路數是不是會南北向這樣走 然後你東邊照的時候 樹蔭就在這邊 你太陽到西邊的時候樹蔭就在這邊 所以被樹蔭擋住的稻田的面積會更 的時間跟範圍會更大 那農民的反對住會更強烈 因為有些農作的確不移 一直有陰影照住 好 所以這條路線呢 它是一個基本上是東西向 所以當它路樹這樣種的時候 它其實不會影響到 樹蔭不會影響到那個動作的生長 還包括他們為什麼會反對呢 一個很大的理由是 他們說你現在你要把我種樹很好啊 可是颱風來呢 樹倒了呢 誰要把它扶起來 草長長了 人家遊客來就亂丟垃圾 如果有蛇呢 它就很多很多的問題 包括樹倒了怎麼辦 草長長了怎麼辦 這裡都是老人 所以後來是從伊安縣政府 東山鄉公所 大家都同音口徑說沒有問題 草長長了 這個鄉公所會來除草 樹倒了 社區沒有辦法做 他們會有這個徐霧油會來把樹扶植 然後重新栽種 就是縣府跟鄉公所都承諾 一定會來協助社區做這些事情 終於他們就不反對了 說好吧 你們試試看 我還做一件事 對他們挑戰也很大 就是它的路燈 我們會說不要整夜燈火通靈 所以譬如說11點之後它變得比較愛 或者也變得感應式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這三樣 其實也是千里夫道 黃武雄老師在提出的時候 他提的鄉野山海 水泥 除草劑跟光海 他覺得這三個殺手是影響 我們台灣法制最大的周祖除山海 千里夫道除的山海有個除草劑 光海跟水泥 水泥無所不在 光海也無所不在 這整條 那我們就模擬一個圖跟他說 哇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墊做比較好的設計 譬如說是一個半個人高的十度立燈 或者它是可以控制時間的 到晚上之後 它不會這樣子整片亮 那就可以看到星星了 所以有很多摸依圖去跟社區人對話 如果你現在去那裡 它當然已經完工了 這是黃昏的時候 有黃昏的感覺吧 其實在台北 你看不到黃昏 台北就是白天 然後就晚上 然後晚上就是各種燈 招牌燈啊 陰紅燈啊 白天晚上 那個黃昏的感覺 你是不是很少看到了 在台北很少看到黃昏吧 因為都在人為的空間 這是他們的夜晚 很漂亮 這是如果你去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小藻鴨 跟剛剛那個水駿 可以這樣子 其實後來呢 你們知道在旁邊有一戶 他們自己蓋了一個民宿 聽說那個民宿啊 一個晚上一萬多塊 有點像不一樣 因為它真的是 因為這個步道讓它增值很多 因為出來就有小橋流水 又有散步路 你住在這裡 出來就散步 待會有一張 你們看到一個角落 好 那就看到了 就是這一戶 剛剛那個涼體在這裡 這個路是這樣過來 然後轉過來到這邊 你看 這是線報啊 你看這一戶就在這裡 聽說它一個晚上 收一萬多塊 這個地方怎麼可以收裏出的費用濃稟 就是因為它旁邊變成一個很優質的一個環境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就多數 黃花草草出來 好 這是我們在2011年 12年 13年 花了前後三年才完成的一個 1.3 那另外第二條呢 正在進行 它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從台湘國家公園 沿著嘉南大郡 沿水溪 沿水大海 直到吳山頭水域 全長45公里 應該會是賴清德市長 兩屆八年任期內要完成的事 這是台南的市的一個旗艦計畫 做什麼呢 跟農村不一樣 它是全部要把走路跟騎單車全程暢通 保障它的獨立的路權 所以你不用擠在 希望它完成之後 你走路騎單車是單獨的路權 不用跟騎機車爭到 所以它有些在堤防道旁邊 有些在這個水郡旁邊 那我們就在第一次做的時候 我們就取個叫做台江山海軍地島 那這是我們第一年的地圖送給賴市長 每完成一段的串聯 打通之後就開始種樹 種樹很重要 尤其在南部 你不種樹你會熱捨 誰都不想去騎車 種樹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去呢 大家也會在那邊看到這個指示牌 那說明為什麼有這條路道 它就有台南山海軍地島 就在加南大軍的旁邊 它這個目前完成比較西邊的20公里 正在逐步完成 如果來自台南的朋友就可以 那接下來就是2010年 串聯路網完成之後除了做示範道 另外一個就是嬌山步道程度 就跟各位來上這一系列課程 最有關係的 剛剛我們都講經過農村啊 經過都市啊 但步道一定會經過嬌山 對不對 如果都是在都市城市裡頭 那就是農路跟自行車道 自行道 太無趣了對不對 一定要連接到嬌山環境 所以在嬌山環境就有各式各樣的 好玩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2010年 2009、08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一邊串聯步道 但2010年之後就有更多的 以步道為主題的工作假期 所以從早期一日的自工服務 那個時候這個觀念在台灣還比較新 很多企業的自工服務是淨山啊 淨灘啊 以前還有縣市首長會去刷馬桶啊 有沒有 好 那個時候呢 有一些外商或者國際的企業 譬如說這個跨國的Discourage頻道 他們是用步道 手作步道的活動 當作他們在全世界各地有據點 各地都選一個主題 那在台灣的主題就有所作步 就 如果你們在那裡的機會上 不曉得有沒有機會搬大樹幹 我們在那邊最常搬的是什麼 砂石 碎石幾配 從山腳硬到山上去 做一個人籠 有點像這樣的人籠 因為你有經驗過嗎 就排成一個人籠 然後傳石頭 傳沙包 船碎石幾配 你回家呢 你的手會這樣 嗯嗯嗯嗯 很好玩 這個他們在扛著木頭 所以手作步道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 一個環境體驗 從最簡單的粗草 真理露面 到搬運這個材料 那這個材料基本上都是限定的 除非像台北這裡 高度的工化的地方 才會有一些外購的材料 那有的時候從溪邊運石頭上來 有時候是從山坡上把那個導木押下來 然後把它分斷鋸掉 如果去太魯閣 可能就是搬很大的石頭 這些都是很有趣的體驗 從這邊砍刀啊 這些 那將來5月21 跟5月28 大家去做手作步道的時候呢 當然因為在 我剛剛在說 因為台北已經高度發展 所以在台北做的步道的工項 就是工作的項目 工項會比較單調一點 可能就是做這個陸園啊 做一個階梯啊等等 那但是如果你知道更荒野一點 像是最後嘉明湖 嘉明湖是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它是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就會有動員的地形 輕蝕的地形 然後再加上酷寒 那種體驗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譬如說曹正這幾天在冬月 那這個就是一個靠海的地園嘛 它有一個小的礁山 那每個地方會使用的工項會不太一樣 這個就是在福州山 我們做步道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這個地方有沒有齊齊 很泥膩 你們走過嗎 你們有去過嗎 富洋公園 富洋公園 上去那裡 那這個故事很有趣 那個時候因為他們工程經費的關係 所以工程已經不知道這裡 嘎染兒子 工程都在這裡 工程後面就完全沒動了 就這樣石塊啊 泥土啊 落葉啊 蠻七八的這裡 所以當地就有人 里長就想要再申請經費 繼續把它蓋 管理 那當地也有山友覺得 還要再蓋啊 這水泥那麼難走 你看一階一階 這樣石階在後面 那到底怎麼辦呢 一般人總會覺得你一定啊 大石頭 小石頭 管到腳 那可是又不喜歡這種硬邦邦的水泥 所以這是小野老師 所以這位山友呢 就找了千里步道跟荒野 就去幫忙掀開 所以這是最早的時候 老師就帶著同學去 這個地方就這裡 就往下走 全部都是泥土 而且會泥泥 積水 這是他原來的樣子 從選擇他的洞線 到去把這些爛的泥巴挖除 回田很多碎石 再回田那些廢土等等 我們大概做了一整年 不是一整年都在做 是呢 大概有八次的週末日 那號召一般民眾 自己就來 帶著自己的午餐 午住在這裡也餐 然後你可以參加單次 你可以重複來 就利用假日 應該是四 等於是八次的單日 四個週末日 然後就把這一段做好 那這個當然會跟海北市政府的大地工程處合作 還有要看他所屬的地方 如果在公園裡頭就是跟公正處 如果在潛山就是跟大地工程處合作 這是做完的步道 那很美 看得出來 本來是這樣 你到現在去 他還是很美 而且呢 是透水性很好 所以 我們現在討論6月5號 我們有步道日的活動 那其中會有一條路線 就是從靈光站 就是富洋公園的那站 靈光站走出來 應該會繞到福州山 然後到中埔山 然後到深坑 從深坑出來 那走這一條洞線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6月5號可以起來走走路 應該會從 我們今天討論是八點鐘 你們是第一批知道這個消息的人 因為是早上才跑得出來 6月5號禮拜天 早上八點在靈光站 然後我們就會帶大家走富洋公園 富洋公園 中埔山 中埔山 往深坑走 所以到時候大家如果還沒排事情 就把時間留下來 走一條 潮山護島 這個是我們在台北市來做 剛剛講到水泥這件事 真的是無所不在 所以水泥把我們海岸線捂成一團 所以海邊有很多消風範 有很多很高的提案 很多幾乎沒有什麼用處的小路港 不知道我們心裡有多少小路港 把我們整個海岸都封鎖起來了 不只是海岸線這樣 在我們礁山裡頭 水泥也無所不在 當然現在這個文靈越來越發展 不只是水泥 還有各種 從國外運來的花崗簾 高級的塑墓 仿墓 各種 然後我們的礁山護道應該是很自然的 都把它變得很人工 而且重要的是那些很人工的東西 它一旦壞掉 我們是沒有辦法做什麼 要用另外一個工程再把它除掉 或者置換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呢 2012年我們又開始啟動了一個 比較專業的志工的服務 叫做我做什麼呢 複面調查 剛剛為什麼我有那本書《向山》 為什麼我可以告訴各位說 百分之三十以下的人工化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自然複面 那是因為真的有去調查 所以我們的步道鋪面調查的志工 大概也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把全台北 新北市跟台北市 274條政府有列管的步道 就是你走上去它有名稱 有牌子 有列管的步道 去做了全面的鋪面調查 我的志工很厲害 就放假去走路 就帶個GPS 帶個相機 帶個紙跟筆 走到哪裡就拍照 這裡是水泥 複面 這個是自然複面 這個是碩木複面 這個是輪胎複面 各種複面它就把它記下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提了一個願情 叫做天然步道 不要再損失了 水泥步道呢 不要再增加了 那我們這幾年開始想 就今年啊 我開始想 水泥步道能不能負成長 所以它壞掉了 我就把它敲掉 變成好 變成自然的 這件事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最近遊說了新北市政府 我們要把金字背步道跟102線道交匯的 那個可能不到一公里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濕滑 如果有人去走過金字背步道 要進入102線道交匯的那裡 大概五六百公尺 因為很陡 很斜 然後那個水泥都是清淡很滑 所以他們最近想要去改善 那我們給的建議是既然你要改善 你要不要把那個很濕滑 毀損的水泥就把它敲掉 那也許將來可以用手作步道的精神跟做法 去把那段步道恢復成自然的鋪面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沒有 大家將來可以去看看 所以我們推出一個叫做 招三步道守護的行動三步曲 第一步曲呢 就是做鋪面調查 然後我們也啟動了台灣步道日的活動 這有沒有網路我看看 沒有網路 好 還是沒有網路 好 大家都看不到我們很好看的影片 等一下九點之後我們來試試看給大家看 那這是我們步道日的啟動的記者會 今年是第三年了 2016年是第三年的步道日 所以我剛剛邀大家6月5號 就是6月的第一個週末 就是台灣步道日 所以14年的時候 我們發行台灣步道日的原理 15年是去年的 那今年是第三年 我們歡迎大家一起來走步道日 那我們除了剛剛講的 一個示範道 剛剛講的招三步道守護 以及我們現在講的農民村住老 我剛剛前面講的比較多了對不對 好 我就重複這部分 那但是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出 也可以把這個綠色的價值呢 放進大家的旅行裡 剛剛大家沒有回答的是 比如說吃在地的食材 你會帶自己的冠洗用品 你的杯子 你的綠背包裡頭要有什麼 你的身帶旅遊要回應一個就是 不會因為你的旅行 造成那個環境更多的孫帶 所以要減肺減碳 減少肺氣污的產生 減少碳的排法 所以你帶的東西 不要一大堆包裝 一大堆地方 你看的時候 垃圾桶一大堆垃圾 不要的牙刷啊 用一次丟掉的牙膏啊 然後拆了很多的什麼 一次就不要的瓶子 所以旅行呢 除了來回應生態旅遊的價值 其實還可以進到一個公益旅行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樣的一個任務 當然玩的品質也是很重要 但是千萬不要玩那種 套招流程 哇 一去全部的人都在那裡 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我特別以活動為例 所以喉洞呢 所有人都是幹嘛 貓村對不對 只有你的貓村 那你們去看過了嗎 很美吧 很多貓很可愛 但是你千萬不要只是去看貓 太可惜了 而且貓是那裡的外來種 貓是那裡的新移民 因為人家到那邊放生放養 然後貓越來越多 很多人也帶貓去那邊放 所以你屬於沉洞 那喉洞呢 你想過嗎 貓村的它名字叫喉洞 為什麼不叫貓洞 它叫喉洞 有沒有猴子呢 有沒有一個地方真的有猴子的洞呢 這都是很可以去探問的問題 像這個 喉洞是新北市很重要的一個煤礦博物園區 大家知道吧 以前瑞塞梅礦在這裡 那瑞芳呢 喉洞在台灣的東北角 哇這是一個東北 其實在非常明顯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都去 哇好倒楣啊 怎麼去那邊玩都在下雨 不然下雨的時候人比較少 下雨的時候有風吹來的時候 都是你欣賞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是很美的地方 這是基隆河 這是以前的礦工宿舍 在這裡 所以它還留著原來的這些舊的建築 讓大家可以生意其境 這是礦工宿舍裡頭的廚房 以前的礦工他們的家庭就是這樣子 大家共用這個大罩 然後喉洞最重要的對我們來說 它有非常非常多數不清的古道 大家知道吧 像我剛剛說的金字盃古道啊 小處坑古道啊 大處坑古道啊 厚恩古道啊 那好多很多 那往南走會到那個山雕林 山雕林再往南會到 平心雙雙 整個山 哇視同發達 以前的人就是走這樣的路 以前的石板 還有氣石 那個老樹 這些爬等 當他還是自然步道鋪念的時候 就會走在這個歷史的空階桿 我現在走到九份 你走到九份 對 有人在我們家裡走 覺得說 還有牙口好冷喔 好冷喔 牙口就是風雨灌進來的地方 對 所以這裏頭有幾個火車站 都每個火車站下來都可以走路 那瑞芳是最大的站 瑞芳往下投洞嘛 再過來三雕林 然後是牡丹 雙溪 貢寮 頭城 在瑞芳跟頭城中間的這些小站 都很值得坐火車在美在下車 最常有人如果說 在台灣要怎麼玩才好玩 在台灣如果你開車去玩是最傻的事 現在大家都知道不要開車去九份對不對 你開車去九份是什麼 自找食物 塞在那裡 然後心情很不好 找不到停車位又塞你 所以你看你如果坐火車你到瑞芳 你接下來換你公車上去 如果你從瑞芳火車站走到九份其實不遠 大家有走過嗎 連著那個鐵道三個宝康走上去 現在從瑞芳下車你還可以騎假車到 到這個侯斗 到九份當然不移騎單車因為要爬坡 但是走路是很方便的 一個小時以內一定也走得到 走到金瓜石也很棒 然後翻過一個山其實就可以下到牡丹 那你可以在牡丹、雙溪、共寮 都可以下車包括310投動 都可以下車去走一段路 走一段路在下一站再上車 然後你回來是不是很美好 在臺灣最好玩的就是搭區間火車去旅行 不多講 這個小旅行這件事就是好玩就對了 大家都到國外去自助旅行當背包客 可是都不知道在臺灣當自由行 跟當背包客其實也非常有意思 那歡迎大家看這麼美麗的弧瀉地形 是用河上游的弧瀉地形 在國外是絕無其有的 你看我們整個河 河道都是欸 可是沒有人踢下來看 大家都在追貓 這是三郊嶺 看到三郊嶺火車站的前面的 這個唯一的連外道路 所以到三郊嶺火車站 你不能叫人家開車來接你 車根本開不過去 而且它是無人看守的 然後你就走這個小巾過去 好玩吧 過了三郊嶺火車就分岔了 一個是往平行 看到這彩繪電就有往金銅平行 對不對 這就往伊蘭 如果說這種美單 雙溪共聊一行出去 很棒吧 好 如果你沿著往上游上塑 來到了雙溪 大家去過雙溪嗎 或是台北市的外雙溪 到處都有雙溪 兩條溪交匯的地方 永河也有雙溪孔 這個華妖溝都有雙溪孔 好 那這個雙溪是指平溪跟牡丹溪的交匯 就這兩條溪 然後這個水會流下太平洋 但在雙溪這個地方很有趣 雙溪的這個平溪跟牡丹溪 自己會流出去往太平洋走的 這個是我們雙溪正常的 這是渡船頭 旁邊是渡船頭 旁邊的洋頭 好厲害吧 這個洋頭有沒有很有 很疊雅 養成了那還雕花 那紅磚 這個用這個氣勢疊成了 如果你到現場去 你還是覺得以前那個大戶人家的 會怎麼感覺還是這樣 這個是在雙溪的鎮上 如果你在雙溪往更西南角走 就剛剛講的 他去澳之溪島 往虎豹潭 彎潭的方向走 大概車程大概四十分鐘的地方 還是雙溪 他就是北四溪的源頭 北四溪是流到哪裡去 流到我們翡翠水庫 然後翡翠水庫的水下來會到哪裡 新燕溪 新燕溪會流到哪裡 淡水河 然後他會進哪裡 海灣海峽 所以雙溪有兩條水線 一個流到太平洋 一個流到海灣海峽 很厲害嗎 雙溪有翡翠水庫最上游的 這個保護區的源頭 這個就是當地的風光 這個就是關南部島 很美的地方吧 你的島內旅行 是不是就應該去到這些地方 聽那裡的故事 看看那裡的 哇 很淳樸的土地宮廟 聽說他旁邊的地上長得很名貴的藥草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草 不過他們說不能講 我別的都被人家挖光光了 土地宮照顧的土地真的有很多的故事 這就是他旁邊的 當地的信仰中心的這個 大家知道那是什麼嗎 廣歸的那個 廣歸那個叫什麼 那個東西什麼東西 我們只知道廣歸 廣歸是一個動詞吧對不對 他叫什麼 腳 指腳 腳杯 腳杯有可能 瓜是動詞 歸是名詞 對 就是歸 歸就是歸 花 歸是動詞 那很歸 瓜是動詞 歸是名詞 對 第一個是動詞 對 那看得出他用什麼桌子嗎 貝殼 貝殼 牛角 你要想 這是一定是在地的東西 牛角 牛角 你去拿一拿 他是一個竹子 竹頭 竹子 竹子 他是一個很粗的竹子 他是竹節 有沒有 竹子不是一個竹節 對 但是因為很多人都去保威 所以他很光亮 很漂亮吧 你們去摸摸看他很輕 就像我們早期看那個外國的進口的小說有沒有 沒有 書厚厚一本可是拿起來輕輕的 會想說我們的書怎麼會中別人小說那麼厚一本 那麼輕 就是那種感覺 拿起來是輕的 欸 下次你們就要去那邊走走 記得它叫太平 我們會辦 我們應該下半年會辦太平的小旅行 你們回家要先去上我們的臉書跟我們粉絲啊 或是加入我們的網站電子報 這都是很方便的這個網路訊息流通的平台 那我們一有活動我們就會收到太平 我們會去這個地方辦這個小旅行 這個故事呢 我們將來也會寫在書裡 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 新北市非常難得的 所謂的桃花園吧 所以我很珍惜 我們不希望它變成九份那樣子 一大堆人去 然後變得非常商業的觀光 所以我們會也希望是很優質的 真的喜歡生態旅遊的這樣的人 願意用雙腳去走 不是車開到哪裡你就下去 吃了不然上個廁所 聽聽故事用走的人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注入這件事 下半年 那好 我們再回來 剛剛講到的小旅行 這是我們能做的生態旅遊 那去年我們也做了一件 跟各位很有關係的事 不過那時候我們可能還沒有加入 我們跟台北市的十二所事的打合作 做一個叫做生態 都市生態綠王的串聯 做什麼呢 這是台北 台北市的地圖 台北是個盆地吧 所以旁邊 所謂盆地的旁邊是山 是丘陵 好 嬌山 那這中間是一個平地 一間是台北大谷 所以台北有很多異化土地 因為它可能是平躺啊 這是一個古早是一個台北大谷 那這個周邊的地層的隆起 是嬌山 所以我們就試著這麼多的綠藝 郭城墨老師說了 這些山呢都像這個 會伸出它的骨子 就綠色的魚脈進到我們的城市裡頭 那這些綠點 綠地 我們如果可以把它找出來 比如學校啊 公園啊 師地啊 我們如果把這些綠點找出來 然後我們透過綠道的串 讓它找到綠道 種樹嗎 可以想像 如果你是一隻松鼠 你要從公館到天舞去找你的女朋友 你要怎麼去搭捷運嗎 不行 人家跳過樹冠城啊 但是如果這些綠點沒有串在一起 沒有綠道串起來 沒有行道的樹 他可以去看他的女朋友嗎 用這樣的概念去想像 這樣的一個大海本人地 我們旁邊有這麼漂亮的郊山 我們有河川流過 我們其實有很多在擅自在這個城市裡頭的綠地 學校啊 軍營啊 什麼202兵工廠啊 好的 你想 可以想得到嗎 有藍帶 有綠點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綠點跟綠點的串連 就是這個概念 兩個大綠點之間 因為我們有小的綠點 然後慢慢把它黏著 它就可以黏在一起了 兩個孤島跟一個完整的綠帶 它可以發揮一個生物多樣性的庇物的功能 跟我們造成一個環境更適合人居的這樣的一個氣氛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是斷裂的 可是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帶狀 甚至變成一個網狀 這個在 包括在荷蘭 荷蘭是用30年整個國家的政策 叫荷蘭的城市 國家城市慾望 從1990年到2020年 其實它們已經要完成很多年了 透過馬路周邊的綠帶的串連 所以並不是困難 並不是說一個大的城市或一個國家沒有辦法做到 可以閃上這個自行車道 人行道 中間的實體分隔就是一個綠帶 你是不是騎車在那裡會很快 像東化南北路 仁愛路 西義路 樹那麼漂亮 如果中間可以好好騎車 所以最近在推三橫三直 大家都有人在罵說 很不方便啊 會塞車 新生南路 羅斯服務也在做 有沒有可能人一時的不變 以後我們的道路懷疾 不用想說 很危險啊 在這樣地方騎車走路怎麼會危險呢 是因為我們讓渡了太多的都市空間 給 應該是被我們利用的車 而不是我們現在可以限制的這樣的一個道路 這是我們去年在座的這樣的都市綠網門船 這是你們的大家長 那天他很好笑 你們柯P市長在哪 他那天最有興趣的是什麼呢 他對著這隻石虎 他一直握著他的手 然後他就說 這裡頭熱不熱 然後拉著他的手這樣晃來晃去 然後說你熱不熱 那你們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那個都市生態濾網的這個計劃 的成果發表會有這麼多的動物 你要幫我站這裡 這是石虎 我說的嘛 這是什麼 代表台北的 台北縮啊 那這個咧 穿三甲 他當然很卡通嘛 而且坐得很大隻 為什麼這些東西 這些動物 我要跟柯市長一起站在 剛剛我給大家看的都市濾網的這個記者會上 整個濾化色 這些動物應該就回來了嗎 對 當這個生態變得更好的時候 不僅人居住得很愉快 很多動物就會回來 在1986年之前 在木柵深坑都還有記錄到石虎的記錄 就是有人發現有石虎的記錄 但1986年之後到現在 現在Hurry有30年石虎沒有再出現 不會在台北 但他有一天會回來嗎 非常有可能 你看以前我們說要看到藍雀湖 然後我現在在江山牆看到藍雀家族 穿著腳其實常有的 在202兵工廠的一些礁山 常常就會看到他挖洞的痕子 就這個 台北書啊 以前也很難看到對不對 像你去富洋公園就可以看到了 生態是有可能跟我們的便利的都市生活 可以結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真正的綠色的友善的城市 不是人居住而已 我們9點之後再來看這些影片 我們為了這個都市生態綠網的願景 我們也拍了一個片 我們這個團體怎麼那麼愛儲俗的拍片 其實因為這是宣傳很重要的一種方式 待會兒那個影片給大家看 大家就會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們有拍了一個影片 好 那為了要做這件事呢 我們跟一些網路的一些引擎夥伴團體 譬如說透過這個OpenStreetMap 這個開放階途的這個貢禮的系統 把大家調查的這個綠點把它放上去 這都是實際調查出來的綠點 然後也把去年在台北市 就是轟轟烈烈烈的田園城市啊 這個據點我們也把它擺上來 然後把這個各社大去串連綠點跟綠點之間的附近 也把它擺上來 這個區域大概就是有做田園城市的這樣的點 就把整個台北市的綠點都標上來 然後去找一條有故事的路線 這是就是去年我們用一整年做的事 到最後一半呢 今天的最後一個簡報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正在進行 而且正在啟動的最後的工作項目 哎呀 我今天一開始忘了跟大家說 今天的作業 我先說作業好了 雖然原地聽到最後一段 是 今天的作業是這樣子 我會請大家回去呢 把我今天講的過去這十年來 千里步道所做的各種的主要工作裡頭 你選一個 你覺得你最感興趣的一個工作項目 還記得我剛剛講一路講來十年 我做了幾個重要的工作 有示範到啊 農民村注意完啊 綠點串聯啊 好 包括現在帶來 好 你剛剛的過去的這個將近兩小時 你覺得最印象深刻的 是哪一個工作項目 第一個問題是哪一個 第二是為什麼你會對他特別感興趣 第三個問題 那你感興趣的這個項目 你覺得做這件事會對台灣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好 這個是很簡單的問題 沒有標準答案 可能每個人關心的點 想到的面向不一樣 OK嗎 這個題目你會PO在晚一點你會說嗎 最後會有沒有刻度說明 好 那待會大家再重複一次這個題目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大家對 千萬十年來我們做各式各樣的工作 哪一下你會覺得 你最感興趣很好 那我最後一個要跟大家講 我去講最後一個才跟大家講 好 漢男百年三級的串聯 這個不是一個石雕喔 這是真正的水牛喔 如果你在走交戰步道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畫面 水牛家族或是一種少水牛 它是在吃草的 然後你從旁邊的水 這個踢鐵旁邊走過去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很和平 能跟萬物成為一體了 那聽過淡蘭 淡蘭山徑嗎 或者淡蘭領道 在清朝的時候 他們設置了淡水廳跟格爾瑪蘭廳 這是他們的治理的行政區 所以從一百多年 二十世紀末 一八多年的時候 淡水廳到格爾瑪蘭廳 中間手走的每一條路徑 我們同稱為淡蘭古道 這百年來的這個古道 遍布在這個台灣的東北角 北北基以四個縣市上面 最著名的淡蘭古道 現在最多人去走的 你一定聽過的叫曹陵古道 聽過曹陵古道嗎 可能有人去走過 從大理那裡出來 會經過桃園古啊 或者從貢陵古道或福隆那邊上去 所以曹陵古道是一個 剛剛講的像金字閉古道 甚至軟軟古道 大家聽過 包括茶山古道 在台北市比較近郊的 漂泥古道、茶山古道 這些都是淡蘭古道 入網的一部分 只是有些比較遠 有些比較近 比較靠我們比較近 好 那在千里步道的下一個十年 我們仍然會把剛剛做的這些事 示範道、玉道串聯、小旅行、手作步道 包括各位參與的手作步道 都會繼續推動 但會有一個新的 我們也打算用三年、五年 七年、十年來做的 是一個關於土地跟文化記憶的一個願景 十年前我們以串聯環島入網 做一個美麗的願景 那在十年後的今天呢 我們把它濃縮縮小 在我們的北台灣 它不只是一個環境運動 它也是一個文化的再生運動 所以它是 我們把它定位是一個 土地跟文化記憶的一個願景 我們要做什麼 北北記憶有沒有可能把淡蘭補道 重新去調查出來 以前的人到底怎麼從北台灣走到後山的 怎麼從淡水町到格馬林町 也就是像台北走到伊蘭 那把這些路徑找出來 如果它還留著原來的樣子 我就把它保存下來 不要讓它再破壞了 水町步道零成長了對不對 那古樸的步道也要把它保存下來 怎麼保存呢 手作步道精神就是這樣 你在地的古早的智慧 把淡蘭舊道的系統重新維護起來 工程不要再進去了 那我們會做的手作步道 司法在地 司法先民 我們就一起來動手 恨顧他 另外呢 我們來試著 其實國外有很多這樣的經驗 我們3月24號 我們這禮拜四 如果大家有空 在台大新生大樓的202教室 我們會辦一場叫做 西班牙朝聖之路的智慕沙樓 有一位坐著他走了應該是45天 這條常步道走45天去做朝聖之旅 他來談談國外的常步道是怎麼樣的 那我們會請客家的陳柏老師來談談 這個文化資產 這個常步道跟我們的文化的傳承的關係 那淡蘭三季 百年三季有沒有可能也有常步道 以前舊國團有走這種常步道 大家有走過嗎 就說從破爛走到外奧 以前有走中橫啦 走南橫北橫中橫 那也有走過這個淡蘭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遊說政府 要做步道分級 如果剛剛有人看到那支水泳 就說哇好漂亮我也要去走 然後就把一條車道開上去 那我們就成了歷史的罪人了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還不告訴別人他在哪裡 所以你現在找不到 它是一個祕境 我們要非常確認雙北市政府 尤其是新北市政府 他可以來回應 就有些地方他可能是大眾 像草林步道 已經鋪了康莊大道 大家都可以去走 只要腳力還好 腳可以繼續去走 那有些地方 譬如說我剛剛說的這條步道 它可能是比較密集 甚至有更難的 它可能是劍腳級或挑戰級 甚至冒險級 不同的分級就要搭配不同的步道的設施 如果你是冒險級 那些登山課高級 他們可能根本都不想要你立什麼杯牌子 他們可能有一個步調 他們就覺得 哦 我們自己就可以照地圖去走 那如果是挑戰級 他可能設幾個簡單的指標 路徑說明 所以要搭配這個步道的分級 這個是我們在 包括我剛剛講的雙溪、太平、棗棉 他都是淡蘭百年山間裡頭 重要的交通節點 就是會匯格的地方 可是因為開了大馬路 大家都開車了 以前在山裡頭會匯格的這些點 像坪林啊 甘角啊 太平啊 梧桶啊 這些地名都不太記得了 擴賴 那些地方澄清 哇 非常熱鬧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現在 大家越來越看重的走路的這樣的文化 把這些東西揮織起來 馬接以前就走過這裡 有姓基督教的嗎 長老教會的 馬接在臺灣 他從1872年來到臺灣 現在145多年 到他1901年過世 埋葬在淡水 他在臺灣的這二、三十年 全部都在走路 而且有大部分的時間都走在淡蘭葡萄上面 因為他要去格馬蘭 去比蘭傳教 這是太平我剛剛說的 有那個漂亮寶貴的那個廟 他叫壽山宮 這個壽山宮的 你剛才想看他所有的廟體的這個石頭 都是從旁邊的虎報壇的溪裡頭 所以我搬上來 我們搬上來 我們搬上去 我快講完了 所以你沒有數字太多 大家都簽名了 他不簽名了嗎 那個我還可以說 沒關係 現在 我想說順便踩過去 好 你順便問一下那個社大 就你們報名的時候 是不是大陸填那個email address 如果沒有的話 大家就幫我們填一下 待會我傳一張紙貼一遍 大家看這條步道 馬接 這個不是模擬 這是當年的照片 因為它是加拿大來臺灣宣教的宣教師 所以他會從香港或他的母國 他的宣教的委會 請他們寄很多東西來 包括相機 他有一個很棒的相機 所以他們就在這裡 在走淡來的時候 就留下了很珍貴的照片 你想想看喔 如果他走的這條 聽說是走在金字妹古道上的照片 如果這條步道沒有被翻修成 現在的水泥步道 還保留著圓蘭的樣子 好 我們這群人失的人 我們就站在這裡排成一排 有人當馬接 有人當他的學生 有人弄得來一場歷史劇的合影 你覺得很好吧 你就回到那個百年前的時空 同樣的一條道路 其實這是同一塊土地 如果是同一號路上 我們在這裡一起合影 你就彷彿回到的那個時代 你可以在那裡會有心靈的交回 當然我們現在只能平掉這裡 但是你看在金字妹古道也是不錯的 很有趣 我們上次去探路的時候 有群人就覺得他們找到一個地方 可能很像就排出那個Pose 就回來被我們笑半點 因為沒有一個人像 但是很有趣 然後就那個時候 這應該是1890年 1890年 你現在多少 130年古道 其實也不過就是百年 而且是在同樣一條路上 很有意思吧 這條古道叫中坑古道 你們可以上網搜尋看看 也有人去走過 不過它是一個有點難道 而且路徑有點 我們要抱歉去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美麗 它整個山以後 十幾層的水梯田 水梯田不是天生的 是鮮明因為它的地勢環境 然後非常辛苦的 氣死做邊波 然後做飲水稻 然後把這個水一梯一梯的 這樣子可以漫游 然後可以種水稻、種作物 所以大家去看有去過八煙嗎 八煙有水梯田的水中央 它是天生就長這樣嗎 就有一塊鐵那麼美 但是你走在旁邊看那個氣石 它那個水的引到怎麼樣的疊 那你在這裡都可以看到 當時鮮明 其實也不過兩、三代前 他們住在這裡的遺跡 你看他們的氣石的石頭 看得到嗎 這是一個大戶人家 有三個門 旁邊如果你從身邊看 它有一面牆還在 以前多麼人身頂沛在這個山裡頭 它曾經有它的籠子 那當然因為可能大家往山下牽啊 人口外遺會的東西 所以這裡還留了一些實錯的遺跡 當你走到那個地方 你就可以去平掉 所以我們不需要把這個 蓋成又一個新的建築吧 它其實有一種美學在裡頭 然後透過這個文實達人在地期牢 來說故事 就可以想像到那個石頭 沿途會有很多這樣的土地宮廟 你看 最早的時候 土地宮廟就是 它不一定有一個佛一個像 它也許只是一塊石頭 有人說它甚至連一塊石頭都沒有 就是它就跟土地連在一起 你懂嗎 很棒吧 所以你走在淡蘭古道上 最常會看到的這個水邊 好像的水這個地方 你就會看到這樣小小的地方 光是雙溪就有119座這樣的土地宮廟 這是不是一個文化之堂 是嗎 現在一個土地宮廟 有時候它會有對聯 然後不同的土地宮的神像 那這個是古早時代的指示牌 大家看得到字嗎 大正元年1912年 會被頂雙溪 你走到了這個山頭的時候 看到這個碑 這個令柱 它告訴你往這個北邊走 會到雙溪 以前它就名是頂雙溪 南、霍賴 我們就往這邊可以到霍賴去 它上面有三個方向指示牌 好玩嗎 這是鮮明在載這樣的一個方向 這個叫做三方向盃 還有這樣的石頭 我們住在台北聽聽看101 哇 但是你相信嗎 就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 也許就是四、五十公里 甚至不用那麼遠 在山裡頭還留著這樣的一個 也許只有二、三十公里的地方 三、四十公里的遠處 充米 氣實的 好 這上面有頭打處 頭打的 你看它整個屋子 還有人坐 就是說你走到這裡 你會不會覺得哇 你會覺得你跟這個土地的歷史 是有點關係的 而不是彷彿一個無根的 一個現代人 每天在捷運啊 高鐵上奔馳 這是有土地連結的 而且有人就在這裡生活 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民國二十年 民國二十年是什麼時候 1931年 這還是日的時 日智時代吧 這是雙溪期老 他們靠著他們舊的記憶 畫出了雙溪街道圖 那天我在永和的時候 大家就仔細看 哇 你看它多麼繁榮的地方 這是什麼 布店 很多布店喔 你看 布店、布店、年筆店、中藥店、住宅 大家有看到嗎 雙溪市場 這三宗廟 三宗廟還在 下次你去雙溪就會看到三宗廟 雙溪景場 這個 有一個分室 類似住宅所 這邊還有 你各種 這個街叫什麼 暗街宅 台語怎麼發音 暗 怎樣 暗街宅 為什麼你們知道嗎 你去走的時候 他當然現在取了一個新的名字 但是你現在去走 他還是這樣 因為他的巷弄不這樣宅 旁邊其實以前是最有錢的街道 這邊通過來 你看這旁邊 林青江住宅 這都是住宅 然後就有市務所 還有賣箱破 各種店面 去 現在去走 還可以走到這條街 好玩喔 所以為什麼我們需要做 在地的文實力卡查 我們為什麼需要去 這間補習 如果你是雙溪的人 或者你現在住在雙溪 如果你去雙溪玩 你知道嗎 以前這間地方 這也有個餅庫 下去雙溪也會 賣那種很好吃的菜糕 但不是這家 這家餅庫下不在 沒有意思啦 太緊張了 光是一張地圖 你就可以 補很多很多固執的錢 很多吃藥來印象 好 這是整個帶來補到的行 很多很多固執的 這還不是所有 這是主要的支線 從北陸 中路 南陸 那家北四星 另一條過去 所以你可以花很多時間慢慢走 所以上228的那個假期 我們跟劉克香老師 從後來就平靈過去 這些會到無光 從後來開始走 走到外奧 中間在那個彎台 露營 兩天一夜 這是尤其走到這裡 出時空不到 看到歸山島的時候 所有人都在那裡感動不已 你知道從山上這樣一路走下來 最後一看到海 這山島就沒面子 然後感動就是不連而立 所以我們就從這次去 然後再做 然後再做 接著給我們 戲子花有片半 雖然好好的道具 都會來人家招告 因為好像會離開 還要走一間半 走到海底 好 還好你有聽到作業了 對 很好 這是很妙一眼 這是淡蘭族道信仰 九月中的南風 那我們歡迎大家 我們在七月到九月中 還會在這個深深石壁附近 辦很多場小旅行 就把這附近的步道 因為它也是帶來的信仰 只是它比較靠近史書 我們會在這裡辦一些小禮 帶大家去合流 例如石壺 石壁 深坑 在這一區的 這是比較輕鬆級的 就是走半天就可以繞繞 那手中步道的部分我就不多講 因為接下來的課程 大家就是要上這一系列 把這些基礎把它完成 那我們就希望能夠把引進 手中步道的製工 跟這個步道文部的這個模式 來守護我們的淡蘭族體 這個事情就很有意義了 不只是為了要健身 碩身 流汗 而且是真的可以保護這些在業 所以也歡迎大家 我們有著啟動記者會 北北基營的首長 我們會邀請他們來 在淡蘭古道系統最公式化的 也是最厚的一個交通節點的 萬華的郭皮寮 有一個其中記者 歡迎大家去 就是423晚上10點 在萬華的郭皮寮 那記者會後呢 我們會辦一個小旅行 就帶大家認識郭皮寮這個地方的 經史接續我們會做一個在地導覽 那當天呢 大家會 我們希望柯市長 因為他也是一生 他會辦碼接 就是4個手長分別扮演 曾經在這個淡蘭百爺山蜜上 不同的在這條古道上走路的代表 譬如說有無地公、有漂夫、有山友 那我們會邀請很多的我們的好朋友 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所以也歡迎副教學的各位 你們可以一起來 那這個大會師是比較難的 所以我們早在半年多前就已經準備了 所以現在各登山團體 或者像黎蘭社大、羅東社大、永文社大 我們都在做經理的準備 或者在6月4號、5號的時候 就像以前的人一樣 從臺北省出發、陳吉蘭出發 然後在中間的點會師 很有意思吧 對不對 我們走不到兩天 所以會師典 剛剛那一張族 所以從北部走、從東部走 然後就會在坪林、胡桶、霍賴、雙溪 這就是中間線 我們會在這裡來會師 然後他才也可以這樣 好 我們先來試走 那將來我們把淡蘭百爺山蜜的長 距離步到堅置完成的時候 每個人都可以就他自己的體能狀化進去 來做 我們也會有系列的成果展 應該說一個靜態展示 在淡蘭蜜無法 那時候歡迎大家來參加 這個時間到一點的時候 大家有訂我們的電子報等等 我們看了剛剛說輕旅行、講座等等 我們今天就簡報到這裡 上課到這邊 � finale 谢谢大家